在人来车望的屏东街道上 索拉小提琴 穿梭过车阵的吼声 琴声的悠扬 让人都不禁驻驻聆听 她是讲约会 创立了罗腾园 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从罗腾园创办初期一直到现在 这条街始终都是她为了罗腾园募款的舞台之一 因为罗腾园不是一般的机构 无法接受一般政府的补助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讲约会 不愿意用任何制度去定义所谓的需要 所以就是有点类似什么精神障碍 各种障碍都有啦 有些人是爸爸妈妈都过往了 那没有人照顾 就到我这边 对就到这边来 然后到民国101年的时候我被监局 说我违法收容 所以我被开法六万 热令解散 我其实我很反对 我不希望罗腾园它是一个立案的机构 因为立案的机构 第一个他们也没有办法进来 因为你立案机构你必须要审核之隔 好那我罗腾园我没有立案我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只要我罗腾园有过从位 然后你没有人养你你需要的是吃跟住那你只要符合团体生活都可以提供 有像卢山也是以前就住在这里的卢山所以我认识卢山三十多年 然后他就在这边这个园地里面他就教画画 或者是接个案回来做这样 我平常的生活就是看件事画画听音乐 我只做这三件事情 所以突然之间我要面临很多的事情 然后我前半年就是开始要学习 等一下去照顾自己 然后因为罗腾园当初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 他类似一个从家里到社会的一个中途站 就是学校的概念 对对对有点是这种 然后我就开始学怎样缝衣服怎样煮饭怎样洗衣服 我不会用洗衣机我不会用电锅 我不知道网路怎么开 我不知道那个饭要怎么煮要放多少水 反正所有事情都是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学习 所以我现在我也因为有那个半年的模样 所以罗腾园教了你这些 对 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是我的家人会认为我什么事也不会做也不能做 所以他们从来不会叫我做什么 这不是一种保护而是一种限制 其实对一个身心障碍者来讲我觉得要用家庭 他就是我们的家人 他要的是家庭式的生活 然后他能够生活自理 比如说要给他擦地 要给他那个 可是你到机构去他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 你也不肯让他去煮饭啊 你也不肯让他自己洗衣服啊 制度对于社府机构来说 可以防止资源的分配不均或是滥用 但有时却也在无形中阻隔了需要的人 罗腾园在没有任何的审核制度下 无论是身心障碍者或是弱势家庭 都能在这里学习自理生活 或是透过分工合作来构筑一个完整的家 但这样的家可是得来不易的 我快要过不下去就是 101年就是政府给我开发六万 又把我的孕生解散 那时候真的是打到怕了 那有些孩子就被安置 就专案处理被安置在机构去 不到两年也过完嘛 郭淑美她其实是我们的罗腾园的宝贝 她其实她虽然是唐世正 她快60岁 可是她很会表演你的瑜伽 其实她在这边很快乐 是因为她很爱她很爱表现 到民国101年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被解散她必须要帮我到机构去 可是不到一年她的整个人都瘦下来 因为不快乐 因为她没有舞台啊 奖约会口中的阿美就是一个写淋淋的例子 在罗腾园中她能够展现自己 但在机构中却只被死板的制度消磨殆尽 为了不让下一个阿美诞生 让社会大众了解罗腾园 甚至消除旗舰 为此罗腾园开始设立免费课程 吸引民众敞开大门 踏入社会 迈向社区营造 因为我想说把罗腾园这一块带入一般社区 知道罗腾园不自知只有一个机构 在营运在行销方面你也要包装 但是你包装要有实质性 那希望在我们做的这一块 是有意义帮助社会的 你不觉得这样就够了吗 你是希望藉由社区营造同时消极 一般民众可能对罗腾园这个机构的 有点解或之类的一任务会 罗腾园曾经面临强制解散与拘额罚款 也常被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签 但展愿会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反而选择主动与社区做联系 以多元且免费的课程 鼓励民众学习与了解罗腾园 同时让罗腾园以开放且如大家庭的形式 去质疑现金社福机构的审核制度 与一百一眼的体制 是否抹灭了身心障碍者的独特性 但蒋约会一开始并没有想这么多 他只是认为人不应该因先天残缺而放弃自我 我其实我以为我是要争取是说 也其实让我们有个合法的地位 但是合法的地位就是说 让我们用现款来合法 但是不可能啦 因为有太多的法条跟规定 其实我们也没跟政府拿经费 我们也没跟家长拿经费 那我们这些钱都是来自私房 他到罗队这边 他的长生金贴 我觉得应该回备给他爸爸妈妈 让他觉得说 爸爸妈妈养我这么大了 然后我可以为自己负责任 那我也为了这个长生金贴 也一点给爸爸妈妈 一点回馈 就等于是他长大工作有些 他长大男孩子工作也会拿钱给爸爸妈妈 与现金的法条妥协 或是一路走来 不放弃每个需要的人 蒋约会坚持创立罗藤原的初衷 即使举部维艰 没有拿到政府任何的补助 院生的残障津贴 也全都给予院生的院生家庭 同时发行期刊 将来自各地善款的收支 透明公开 他这么做 只希望给予弱势族群 一个安稳的避风港 与其帮助一百个人 不如一个一个把他帮助起来 让他在生活上 让他们能够多得安稳 快乐 对 因为你如果机构 不可能是这样子做 只要我在了一天 我是会这么做 好 好 好